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說會協助立法會秘書處處理好政改表決期間大樓的保安 再次呼籲示威者和平表達意見,不要採取激烈行動 而警方已經開始招募退休警員擔任警務助理,在示威期間肩負後勤工作 江永義報導 政改表決在職,民陣等團體一早容然會發動包圍立法會行動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子已經收到多個團體的集會申請 雙方正商討細節,達成共識後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警方也會與立法會秘書處緊密聯繫 有需要的話會配合立法會的行動 他又呼籲市民不要以激烈手法示威 公開的平台都看到有些小部分的團體 表示可能會用一些激烈的手段去進行示威遊行 我在這裡呼籲他們 第一,就要做一個合法和平的示威 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見 不要因為這樣而破壞香港的法治 以及影響其他香港人的權利 和平的表達意見我相信都是大部分的 我希望他們如果真的到時有衝擊的場面 我希望他們和這些比較激烈的示威分子保持一個距離 讓我們警方有足夠的空間去立即去那個位置處理 需要徵警方是警察總部 招募退休警員做助理 有過百人到場報名 工作人員為他們登記資料 據了解他們主要是負責後勤工作 以騰出警力應付示威 看看是否真的有需要去找一些退休同事 回來做一個臨時短期的警處助理的工作 來協助我們前線的同事 去做好這個維持治安維持秩序的工作 但目前來說我們就沒有考慮到要多少人 因為還要看形勢的發展 盧偉聰又指會做風險評估 騰調警方已經有充分準備 但是不透露會使用甚麼裝備 NOW TV 記者江詠怡報導